为了要响应环保,国际狮子会300B2区在百年庆典中规划了植树活动 而刚好新北市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瓦窑沟整治计划 所以在新北市议员游辉荣的引荐下 平行狮子会向中和区公所捐赠了100棵绿树 希望能够美化瓦窑沟的环境,造福地方社区 平行狮子会会长陈辉耀表示 环保与植树一直是狮子会的重点活动 而平行狮子会虽然是第一次举办 但以后一定会持续保持响应环保 国际狮子会300B2区总监陈立凤也表示 希望这一次的百年庆植树活动可以成为典范 让更多人加入狮子会一起为民众服务 植树是我们平行狮子会第一次 那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继续办这个比较有意义 显应环保啊这一些的那些活动 那今年的这些建树呢真的非常的多 尤其呢还有社区传承的部分 一样一样能够在今年百年庆的任务把它做完 让我们留下典范让狮子会的精神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我们 一起做善做爱的服务 新北市议员尤辉荣是这一次活动的重要人物 他不仅是狮子会的会员之一 更是平行狮子会的下任会长 而新北市水利局正在推动瓦窑沟整治计划 所以透过市议员的引荐让狮子会可以有机会替地方服务 尤辉荣议员表示 透过各界的力量整治瓦窑沟 让附近民众有更美丽的环境 狮子会一直有一个百年种树的一个计划 希望说借由种树的活动可以让整个环境 社区的环境可以更美好 那刚好这次我们新北市政府有瓦窑沟整治计划 让瓦窑周边的一些空地可以有一些树木的一些产生 让四龙整个会更美好 新北市水利局将在空地整修绿美化完毕后 就会交由中和区公所维护与管理 中和区长柯慶忠表示 这一次非常感谢水利局与狮子会的协助 未来区公所也会增设运动设施 提升瓦窑沟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 瓦窑沟旁边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那水利局逐步的把这个区块旁边的土地做一个整理之后 也都是交给我们公所这边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市职会这边来做一个捐赎的一个活动 瓦窑沟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人文及生态环境 许多动植物都在这里生存棲息 不但如此 这里也是附近居民的休闲运动中心 相信透过各界的努力 瓦窑沟一定能成为新北地区的重要生态绿地 中家新闻林凯军 吴沛山综合报道